卓西湘举办全国原乡排球锦标赛 在同时也要带动地方的产业发展 在比赛期间精彩好球画面不断 我们透过镜头来看看 卓西湘马下杯全国原乡排球锦标赛 13号期1年2天在卓西湘活动中心举行 分别进行六人制国小混合组 六人制公开男子组 六人制公开女子组 以及九人制青壮年混合组 因为我们是全国原乡排球锦标赛 那我们其实针对的就是全国的原住民乡镇 那也可以包含就是那个非原住民的 按比例的非原住民的球员一起来参赛这样子 马下杯全国原乡排球赛今年迈入第二届 吸引来自全国总共41支队伍 超过450名的选手来参加 每支队伍都是有备而来 让每一场比赛都非常激烈而且精彩 可以促进更多人来运动 还有奖金让大家有竞争力 排球锦标赛活动特别美和 卓西乡各产销班 社区发展协会 文化健康站 老人日拖巷弄站等单位设摊 希望有效推广在地农特产品 传统美食文化产业等等 我们就是持续支持 对我们原住民族有意义的活动 在此是对我们的主办的排球协会呢 至上最高的敬意 马下杯排球赛今年特别新增国小组别 希望排球运动风气从小就扎根 让学童在排球运动的熏头下 培养运动的习惯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